越南反華示威者在星期二開始襲擊台資工廠 主要集中在平洋省 越南當局拉了幾百個示威者 示威後來蔓延至中部和北部地區 包括行內附近的太平省和海防市 亦傳出有反華示威 日本設在當地的工廠亦受到波及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也要求 越南確保當地的日本人安全 並作出相應賠償 無線電視記者阮明珠報道 胡志明市有台灣學校收容台商和家屬 並協助他們到機場 而在發生反華示威的平洋省 多間華茲廠房受到破壞 潘惠臨在越南報道 蘇聯過後的平洋 有工廠的玻璃窗被打爛 寫著中文的招牌 沒有一個是完整 不少工廠避免受到波及 掛上、站在越南的一邊 永遠支持越南等標語 亦有特警在工廠門口戒備 有港商說當地已經加強了保安 而在胡志明市 台商和家屬入住這間 還作收容中心的台灣學校 這裡提供食宿 又可以收睇台灣的新聞 了解官方最新決定 校方亦都協助台商去機場 我們儘量用我們越南的員工 來擔任司機 我們派用越南的車子 還有我們越南的同仁 一路保護到的機場 我覺得是非常驚恐 因為真的是逃命出來的 台商組織說 如果有大陸或日韓等等的商人有需要 也都會幫忙 又說不少大陸商人 不敢經胡志明市離開 擔心在路上被攔截 他們就直接從越南的 跟柬埔寨的邊界過 過了到柬埔寨區那邊 我想這些陸籍幹部的 危險程度比較高 因為他們這次是針對這些南海的問題 然後針對大陸的這些人員 安置點就設在這間 越南最大的台商展類學校 這裡平日有大約900個中小學生 在這裡上課 在索亂發生之後 學校決定停課 華航下午和夜晚 一共有兩班客機離開胡志明市 已經改用較大型號的客機 載到更多人到台灣 無色電視記者潘衛南在越南報道 和胡志明市的潘衛南談談 潘衛南你今天去過平洋省 當地的商人有什麼打算 那裏的華姿是以台商為主 長住的台商最少有3至4萬人 他們在騷亂之後 大部分已經即時撤離到安全的地方 我就和部分人聊過 問他們會想著幾時回去 因為長遠都想著撤走 他們很多人都說現在答不到我 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 那裏的廠房損毀有多嚴重 他們說和以前不同 今次的騷亂是人們連屋都燒賣 以前只會搶貴重的物品走 所以生產市要回復正常 可能要花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另外他們都擔心工廠停工 工人就會失業 到時這類的治安可能會惡化 報導來到這裏交給香港新聞報 下一節回來會報導 燒毀會發現六款能量飲品 咖啡因含量多過一杯咖啡 搖滑處以焚化的方式 分批燒毀過去累積充公的28公噸象牙